台南有民众吃半自助火锅想打包,却遭店家拒绝进而上网发文抱怨。 台南一间火锅店标榜百元火锅、饭、面、冰品、饮品皆可吃到饱。 近日有顾客表示两人点二锅还加点一份肉盘,发文质疑不是吃到饱为何吃不完不能打包。 意外调出店家反驳店里的卤肉饭、哈利饭、面类、饮料等都是吃到饱。 强调有贴出公告,内容不提供打包,更何况也没有限制顾客的用餐时间。 若提供吃到饱再让顾客打包,店家的成本根本就不堪负荷。 不适合,店家会觉得不划算,就是会亏。 因为店里就规定说不行啊。 给他时间慢慢吃,慢慢去做享用。 再多一个人力去帮他做打包,然后还有那些耗材。 比如说我一开始到这边来,我家中好有急事,必须马上去做厨制。 这方面我们会通融。 一样是火锅业者,提供生菜沙拉、爆米花、饭、面吃到饱。 其他业者对此表示未避免类似争议,客人点餐时就会先声明误打包外带。 除非真的逼不得已才会偶尔通融一下,都是开店做生意当然也希望和其生财。